應該是 又發光了 應該有紅 我們直接開始 這個遊戲在韓國算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遊戲 長居他的暢銷排行榜前十名 主打就是自由度非常高 然後裝備全靠打 還有抽卡機率跟掉寶率都非常高的一款遊戲 那這遊戲他的代言人我覺得蠻屌的 雖然是高潔大哥 那個霸氣的坐在椅子上面 就讓我們覺得 哇靠 跟我有七八成的相似 一樣霸氣人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遊戲的角色有哪些 這個遊戲有四個職業 分別是領主就是我們所謂的王族 然後刺客 遊俠刺客 還有騎士跟巫師 那這個每個角色都有兩種分支 比如說領主就是有領主騎士 還有元素領主 騎士就是坦嘛 大家知道騎士就是坦 還有一個打衝鋒的角鬥士 還有十字軍 比較適合當盾翼的十字軍 拿斧頭 再來刺客 刺客有兩個分支 一個就是偵察兵 尤就是弓箭手啦 遠程射擊的 這個我比較推薦新手玩 新手騎手的話建議玩偵察兵跟巫師 來看來法師的話有分為高階巫師 主要是打support加上範圍AOE 注釋 單體爆發 他這邊都有說明 然後這邊還可以配點 預約下來 我跟你們說這預約好處 現在預登啊 在開服 這個遊戲是我看過預約登錄 送東西送的最狂的 我們一般看到的動作就是送手機 送PS5 他除了送手機送PS5之外 還可以送重機 YAMAHA的重機 從2023、2024年開局到現在 看過預約登錄會送實體大獎的 車子系列的東西 好像只有這一款 所以你們可以預登啦 反正很多遊戲啊 就算你真的沒時間玩 或者你真的覺得好像不是你的菜 但是你可以先預登 預登下載完之後 先卡個抽獎名額 這就是我們目前玩遊戲的重點 我都是先卡預登 所有遊戲都先預登玩再說 你們想看我玩哪一隻 那你們說出你們想看我玩哪個職業 我讓你們選擇 好啦那我們選哪一大的 那我們要就選巫師吧 這個的話左下角有點能力 被我的帥臉遮住 我把它移開一下 這個角色是要配點的 不是讓你們隨便點 我現在把我的人物移開 我的大頭 遮住他的關鍵部位 他說他聊了 現在假裝我是他 來這個遊戲是可以配點的 我任性 我自己配點 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他這個巫師說他主走 主走智力跟體質 可是如果偏偏不要 我想要走力量型巫師 我想當戰士 可不可以 所以那個首席天團在裡面有什麼 有百姓啊 小群那些首席天團 在裡面說帶大家玩遊戲 哎呦 靠北皇后再抽 哎會不會太扯啊 幹抽一堆紙 還沒抽 好啊皇后先抽個十抽吧 哦 一個紅光一閃 可能會有紅五 可能會有紅色角色 看一下 可能有紅 紅光一閃 有 來介紹一下 這個紅光代表你中獎了 他這個紅光是保底紅 一定是紅卡 然後有機會指 他的指的力機率蠻高的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張 爆開 啊紅色的 金鐘有中才會發光嗎 應該是 又發光了 應該有紅 哎呦 幹這 哇 這個其實蠻常發生的 三紅哎 三紅是蠻屌的 真的蠻屌的 心不慌 手不抖 跟著我的感覺 走 哎呀 一波七刷起來 第一抽 直接中指 紫色 第一抽沒關係 沒中指 沒事 我們第二抽 直接中指 一波七刷起來 你們刷的越快 越中一中指 一波7 好啦 OK吧 美好的一刻 再一日雙子 再一子 連兩子 有可能 全開 感謝各位 紫色大法師 這遊戲的另外一個亮點 就是你可以開心笑 很多遊戲基本上 我玩他後面都是關禁音啦 因為他的遊戲配樂 是他的賣點之一 他是這個遊戲代理商 叫NHN 他的遊戲配樂是特別找 日本的 知名製作樂的團隊 去幫忙做的 那個團隊做過了 那個COY系列的遊戲配樂 還有做過日本的日偶像劇 流星花園的配樂 也是他們做的 所以我覺得很難得有遊戲 會這麼注重他的音樂品質 畫面不錯是不是 可是其實我建議是 我是習慣開二啦 我覺得二的話 只看起來比較酸 他這個畫面有三個階段 如果你習慣看大視角的話 就來 拉那麼高 就比較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暗黑破壞神風格 如果你喜歡看大視角的話 就這樣拉 這樣比較偏向於3D 類似奧丁那種風格 再往中間拉就比較 偏向於我們所謂的 天堂系列的視角 所以你可以往三個階段拉 我是習慣放二階段 這樣看起來 可以看到人物的細節 跟那個特效的細節 可以拉近距離看 打怪 他的動作細節 其實做的還蠻流暢的 你們看喔 這個一般模擬器 要能夠跑到這種流暢性 其實蠻難的 而且動畫的格數都沒有少 我自己有在測 一般的這種遊戲 你只要不是用官方模擬器 開的都不會到這麼順 可是你看我這個拉 拉走 基本上我操作是沒有卡頓感的 超順 這個我覺得必須給讚 我先介紹一下好了 他這邊變身有基本的卡 就是你的看的卡 然後這是我抽的 然後還有他的變身叫做 然後這靈魂系統 這進化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潛能 潛能覺醒 然後圖鑑 跟分解 卡邊可以分解 然後他的卡池在長這樣子 他很特別 他是橫向卡池 競賽就是PVP系統 那我隨便挑一個 挑一個菜雞打 挑戰 確認 就是競技場 這個debuff很帥吼 我也覺得帥啊 基本上我是碾壓的 因為我戰力9萬 輕鬆虐殺 那這裡面你也可以自己操作 他基本上裡面會幫你auto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自認為你的技術很好的話 你可以自己手動操作 你喜歡手動打擊嗎 跟他單打吧 但是我覺得這個躺贏 那副本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最愛的爬塔 其實我蠻愛爬塔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 爬塔就長這樣子 就是依仗的戰力啊 去爬這個無限之塔 一路一路往上爬 爬到越高層的獎勵越好 像我現在打這個低樓層嘛 Easy Easy Play 他這個副本可以用NPC自己幫你爬 乾 皇后耶 哇哦 好皇后你來玩啊 來玩啊 來吧 準備被幹爆 你把武器衝爆了 靠北 那你是來 欸 不是 你拿 你 你 戰力六萬 你的DPS比人家還低 你 你來滑水的哦 這個 三個NPC 戰力四萬 比你打的比你痛耶 OMG 好啊 抓到了 滑水仔 一分鐘 聊天室 你們覺得這副本 一分鐘 能把王幹死嗎 覺得可以的 他打一好不好 不行了打零 來啊 香菇人 乾好噁心哦 這個王有點噁心 繞背好 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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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距離看他的 沒有 進距離看他的 然後看他的那個噁心 幹好噁心哦 欸幹不行不行 噁 靠北 哎呀過不了啦 來幹王 基本上沒有補師 沒有騎士幫忙扛 我是扛不住的 應該吧 搞不好 我可以 欸 搞不好我可以打死他耶 搞不好哦 幹這個王有點靠北 我被debuff耶 橫墨 好 你看這遊戲是不是玩起來畫面 打擊感特爽 我必須講 這遊戲打擊感很爽 你們看剛剛那個那個特效 一般的模擬器跑那個特效早就卡死 記得幫我去預燈一下 好不好 下方連結自己連結都有 預約登錄 還有Google商店預約 都把它預起來 到時候開放開服應該是 三月底吧 你們預約完之後 如果真的有中獎 中iPhone 中機或者中什麼 PS5的話 記得不要忘了 私訊我的粉專 跟我說 感謝丁丁 謝謝你叫我去預約 我中了什麼什麼什麼 我決定把他直接送給你 喔這種話留下來 好吧 那我們 明天見 大家 掰補掰補 說得好 我貼補 都不知道